i won't stop it you s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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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屍 NR 我想要 erf 是你想要吗 还是你帮忙想要 是我 不可以也没关系 结婚三年了 持育还是不肯跟我同床过夜 我努力了那么久 难道对你来说只是个床扮吗 怎么不多睡会儿 我想亲手给你做早餐 没必要 王爷做的比你好吃 苏佳妮 承认吧 你再怎么讨好都没用的 她不爱你 老板娘 您怎么来了 我来给她送个文件 持总在那边 听说白影后是因为持总 才答应这次的代言合作 两位上高中时就是老同学 不知道持总有没有看 白影后最近的新电影 持总喜欢这部电影里 白影后那样的女强人吗 喜欢 我很喜欢她的目标明确 和白着不能 你这是公开承认 对她的喜欢吧 那你把我这个妻子放在什么位置 持总和白影后这氛围也太好刻了吧 该不会他们俩的CP是真的吧 嗯 那没有 听说持总在等白影后回来的时候 被心机女算计了 三年前就被逼婚了 啊 怎么这么不要 是啊 我算什么 我和持余的今天 不过都是我一个人在强求而已 持余 我放过自己 也放过你了 持余 我们离婚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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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哎呀 哎呀 哎 诸家妮 这倒挺挺浓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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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跟你讲一遍 我不是 小的啊 啊 哎呀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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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重生回来十八岁那年 距离高考只剩三十天了 蘇佳一 there's no way without you now 啊 啊 十玉 谢谢你 以后这种小问题我不会再问了 感谢你这么多年帮我讲题 哈哈哈 既然老天给了我重新来过的机会 既然老天给了我重新来过的机会 这一世 我不会再缠着你 十玉 有道题我不会 你能教教我吗 不会 我没哭 好 当时求着我的人是你 现在不学的也是你 三分钟热度还想考其纳门 我会靠自己的 随便你 你想半途而非没关系 但是我答应的事情 要有始有终 红桌你可以呀 我还以为你是恋爱脑呢 你天天追着尺鱼问问题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 区区你死缠烂打吗 结果你真是为了考亲的 我以后不会再追着他问问题了 我要靠自己 苏 苏佳妮 苏 苏佳妮 你好 我听说你喜欢逛书店 我 我刚好知道附近开了一家新的书店 你 你要一起去吗 那 你把书店的名字告诉我 不过那家书店的名字有点二口 不如我嫁你好友给你发地址吧 行 不好意思 没拿本 迟 迟 迟月 真是不好意思啊同学 当然让你家美女微信了 手机要是坏了的话 我陪你 可以啊同学 感谢我们玉哥的墙角 不 不是 我只是 这是书店地址 苏同学再见 就这么点儿胆 苏佳妮 不是我说 你就算追不上我们玉哥 也不至于这么急不择时吧 你们两个说话客气一点 我选择和谁做朋友是我的自由 而且我的朋友也很好 不需要你们来评判 那再好能有我们玉哥好 我不会像以前一样追着持玉了 所以没有可比心 再见 玉哥 不是说要回家吗 这都这么久了 司机怎么还没来啊 糟糕 我怎么忘了 之前为了硬层持玉的车 我跟司机说以后都不用来接我了 不行 我得打电话让他赶紧过来 少爷 您和苏小姐吵架了 苏小姐应该没看到我们 要不我把车开过去 好嘞 苏佳妮 李短 上车 少爷 这 苏小姐你 你到底想做什么 掉头和老朕 好嘞少爷 您坐稳了 朕妮啊 过来天有空了 约一下池少 请他到家里来吃顿饭 他没空 那你这孩子怎么那么死脑筋啊 我实话和你说 因为那天池少送你回来 银行那些人正好也看到了 把一个申请很久的贷款批起来了 这可是池少的面子 你有这同学还不珍惜啊 爸 你怎么知道这笔贷款 不会害了你呢 你一个小爱子懂什么 这笔钱是用来扩大生产的 正常收入怎么会害了我呢 花五百日红 爸 你好自为之 压了个白眼了 我没月口 你们吃吧 爸 这一世 不会再有持育症的女婿 来帮你填骨浓用公款的库鲁 妮妮啊 男孩十八岁时最是吸引人的 阳光 干净 妈妈 真的很羡慕你啊 妈 不是所有男大学生都干净的 你注意做好措施 妈妈跟你开玩笑的 我没跟你开玩笑 因为两次池鱼送我回来 被那些喜欢池鱼的同学看到很嫉妒 他们去查你和我爸的黑料 发现了你撕毁男大学生的事 拿来威胁我 让我远离他 你爸 你爸 我爸玩得比你还滑 你要是过不下去的话 早点离婚 苏嘉妮 你可真不错 关于考了一百五 这树里话也接近满分了 哎呀 就是这语文差点意思 才考一百分 那里考清大 还有点距离喽 好啦 咱们走了 圈子给我 哎 猫里花落 让我拜读一下啊 你别闹 哎 拿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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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压梯本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重新扬帆起航 家宁 终于先放了 听说一会儿有合影 我还特地洗了个头 好姐妹 一起留下精彩身间 好 你们还拍不拍了 马上就到下一个班的拍照时间了 说好了要拍照 里满人呢 算了 我自己拍吧 行行行 来准备 三 二 一 你也没拍啊 这个 你刚不是拍过吗 怎么拍一遍 你管我 哎呦 宝贝 宝贝 你怎么吃到这么久 我走得快无话了 我马上马上就到了 我已经到门口了堵车 你怎么吃到这么多人啊 孩儿走了不堪落 暖暖 你不是说就我们两个吗 怎么这么多人啊 我真的只定了咱们两个 他们自己定包间了 但是 他们的包间空调坏了 我们争得了林暖的同意 才和你们拼包间的 放心吧 包就费我们 不会这么小气的 要赶我预格走吧 没事 没事 那就拼吧 怎么回事 我也是才知道啊 对了家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查分数吧 哦 好 太好了 我分数被屏蔽了 啊 我去 那你这是进了选审前二十啊 斯嘉妮 你呢 你卡的怎么样 啊 我 不是说在隔壁吗 怎么都跑这边来了 是他 白鹰鹿 治愈心里的白月光 阿玉 怎么都没跟我说 大家要聚一聚 还是我问阿姨才知道的 我上个洗手间 为什么还是忘不了那些过去 难道 你还放不下去吗 想走回上辈子的老运吗 没必要 我硬做得比你好实 听说 池总在等白影后回来的时候 被心机女算计了 三年前就被逼婚了 啊 怎么这么不要了 对不起 乃乃乃 我不太舒服 先回去了 不要 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再做那个没有自己 喝得千疮百口的苏嘉妮 苏嘉妮 可怕我没关系 考不上金娜也没关系 等你到了十八岁 我一定会遇到比你更适合我的人 对吗 我以后一定会遇到的 见你几言 吃云 我这道题不会 你能不能教我一下 谢谢你啊 以后这些小问题我不会再问你了 感谢你这么多年帮我讲题 吃云 我进步了 我进步了 我一定会考上青大 跟你在一起的 我一定会遇到比你更适合我的人 对吗 我以后一定会遇到的 见你几言 等等 诶 玉哥 你去哪儿啊 大家都等你呢 诶 那个年人机好像走了 正好 你跟耶路重修就好 我和他没有半点关系 你们不是 吃云 诶 你约白月光就早点说 我们就不看你修恩爱了 白月光 难道 苏嘉妮是因为这些梦 需要的事情才生气 诶 怎么样 打听到了吗 苏嘉妮没有报警的 去了苏伊克大学 外公 我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哦 真的 我看看啊 哎呀 哎呀 小嘉妮真棒 以后啊 外公也算是后继有人了 外公 我一定不会砸你老人家的招牌 把中医学经学透攻克更多疑难杂症 救治更多的病患 把咱们的医馆翻光大 好好好 真是好孩子呀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 前世为了和池玉读同一所大学 只能放弃报考自己最喜欢的中医学 这一世 你绝对不会再恋爱呢 他躲在这里倒是悠闲 摔开我就这么开心 不 小嘉妮 你怎么在这儿 我站住 你放开我 出去 这里是我外公家 这里不欢迎你 为什么背着我报告其他大学 为什么把我从微信拉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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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我和你妈 已经正式离婚了 恭喜你们 你 我和你妈 已经正式离婚了 恭喜你们 终于是 逃离了 重获新生 你你 你跟妈妈一起走吧 妈妈会好好照顾你的 妈 爸 我已经成年 没有抚养权这回事 而且 我已经报了苏大的中医学专业 什么 过几天 我就会搬到外公家里 提前适应下苏氏的生活 你们想做什么事情就去做吧 我不会再管你们 你们也别再管我 你 时月怎么知道我拉黑她了 她 她不是从来不理解我的吗 我话 这是我的事情 与你无关 与你 那当初是谁信誓旦旦地说 想和我一起生亲的 是谁天天缠着我 让我帮她补习 那是当初 现在不想 是因为白颜落 什么 你突然改变想法 不想报亲的 是因为白颜落回来了吗 是总喜欢这部电影里 白颖后那样的女强人吗 喜欢吗 是因为别人说我和白颜落的事 所以你才去报了一课的 只月 之前也不见你关心过我的高考志愿 现在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 怎么反而来找我了 其实你也并不是在乎 我为什么不报亲大吧 是不是我不追着你了 你不习惯吗 我是女人的 希望你不追着我 是对我 我忘记了你了 你不陪我 我忘记了我 你不让我 你们想和你 我忘记了你了 一重活一世 不是为了沉浸过去的 而是要开启新的人生 尊敬的苏女士 您定制的礼品 挚爱钻石绣刻 你送至池玉先生的家装 本人已经签收 今天是池玉的生日 这是我之前 给池玉买的生日礼物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苏小姐 感谢您 关照我们品牌的生意 祝君平安喜乐 我愿长扮君子 救命 我真的要被自己蠢死了 真是受不了重生前的恋爱呢 现在打电话过去池家 说不定还能拦截下来 喂 苏小姐您好 这里是池家 我们收到了您的贺礼 为表谢意 我们有一份回礼要寄给您 我不要回礼 您能把我送的礼物 给退回来吗 那面袖裤必须回事面积 尤其是那张金箔表白卡片 你非要这么说话吗 难道我还要自作作情地想 你是因为喜欢我 不舍得和我分开 所以才想让我和你一起抱亲大的吗 池玉 我没这么不要你 池玉同学 我喜欢你 很喜欢很喜欢 自从第一次在班里见到你 我就喜欢得无法自拔 一走到哪里 我的目光就跟随到哪里 我知道你特别的优秀 我也会努力变得优秀 我想要和你一起考上清大的话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做你女朋友 池玉 你只是习惯了我一直跟在你屁股后面而已 但是现在我有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就不奉陪了 苏佳妮 好精致啊 别用饭花痴 清醒点 佳妮 你这个手链好像还刻了字呢 S J N 你名字的缩写啊 看来是有人暗恋你 不是的 这 大概就是池玉的体面吧 送给每个人的回礼 退回去吧 不能再自作多情了 刚才送东西的人去哪边了 那边 怎么了 我要退回去 你 喂 宝贝 我来宿舍了 晚上出来去啊 好 暖暖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来宿舍了 这个嘛 很微妙 我一会儿给你解释 哦佳妮 你知道 池玉官宣了吗 官宣 放心吧 我不会让她有机会缠上池玉的 苏小姐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个 退回贺礼 不是很方便 这个回礼 是每个送礼的客人都有的 我只负责 寄送回礼的工作 我礼都是助理负责 收礼估计也是 那么多礼物 应该看不到我的吧 那好吧 太好了 谢谢苏小姐 礼物很快就会送到 拜托 您一定一定要查收 好 做得不错 这个月将姐交一文 谢谢池总 祝君平安喜乐 我愿长伴君策 佳妮 佳妮 佳妮等等我 刚刚有人来宿舍楼下 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你买的是什么呀 看包装就感觉好贵的样子啊 不是我买的 嗯 以后她的事儿我都不想再知道了 那先不说这个了 咱们先把菜点上 一会儿为真有惊喜 好 佳妮 她怎么来了 佳妮 这么巧 你在这儿 不会是在等持狱吧 怎么会 以前没见过失眠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事 好久没见 是不是最近学习压力又大了 感觉你更憔悴了 果然是体论的失眠 礼物 历史人手一分 还好我们有多想 帅哥 不然 一过一道梦的 迟玥怎么不在这儿 为什么躲都躲不掉 迟玥 迟玥 好巧啊爱玉 你最近有点冷落我 我不主动找你 你就不知道主动联系我 我 帅哥美女 她们真的太甜了 看到这样的爱情 我都觉得我不配了 这不是池上吗 没想到你跟咱们小花一起来的苏氏啊 燕落 我们还有点事 就不打扰二位了 先走了 希望白燕落不是你带来的 我是看在嘉妮以前喜欢你的份上才帮你约她的 别有容器 分文不诀 你要是让她伤心了我就嘎了你 追 你要逃哪儿去 我没逃 让开 不让 解释 解释什么 为什么躲着我的理由 还有 为什么不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场 这个 这个我们相互应该不会有什么交集了吧 聊完就跑 用完就穿 现在 你是要继续去陪你的小姐妹 还是要我们俩找个地方 享受一下二人世界 去找小姐妹 你就这么不愿意跟你男朋友待在一起吗 不是 我们怎么就男女朋友了 我们不是男女朋友吗 不是 你给我送的生日礼物需要我再解释一遍吗 名字叫至爱的钻石绣扣 还有你送我的 那封贺卡 祝君平安喜乐 我愿场办君策 如果我说那是误会 你信吗 误会 这个礼物 我在四月的时候定制的 后来我就把这事忘了 五月的时候 我发现了我们之间的差距 我们之间没有可能 所以 所以能不能当作不算数 就当我没送过那个礼物 不能 想也别想 芝芸 你这又是何必呢 你根本就不喜欢我 你只是习惯了我追着你跑 缠着你 我这不是习惯 你送的生日礼物我收了 你送的贺卡我收了 而且我也回礼了 这就代表我答应做你男朋友了 你 芝芸 你又没有想过 为什么之前你对我无动于衷 现在我走了 你倒是上头了 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喜欢我 聊完就跑 用完就踹 我没有 你最好没 如果 如果我说是呢 你要不要看一下你现在的处境 你说不说 今天就彻底做个了断 好吧 你想让我从什么地方开始说 我送你的手链为什么退回 太贵种了 不合适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以后你每天都给我带着 不许摘下来 收集给我 以后不许随便拉黑我 现在 你是要继续去陪你的小姐妹 还是我们俩找个地方 享受一下二人世界 我去找小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之前你对我无动于衷 现在我走了 你倒是上头了 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喜欢我 你只是喜欢我讨好你 喜欢我追捧你 把你时刻捧在手里的这种感觉 我认同你说的后半句 我确实喜欢你追着我的感觉 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牵扁 可是我累了 给不了你这种体验 所以你不答应我 是因为追我追累了 那现在 换我追你 让你也感受一下 被我追求的感觉 是我颠了 还是迟玉颠了 她在说什么 我会追你 直到你满意为止 你好 请问一下我那位朋友呢 她说去买点东西 让您在这儿等她 谢谢你 没事 今晚这儿我包场了 辛苦一下 加钱 我付收备 好的好的 刚才 你女朋友说 没找到您 所以她就走了 我女朋友走了 不爱赃人坐着吗 苏嘉妮 今天是你生日 过来学 你快许愿呀 你快许愿呀 希望不要重蹈覆车 苏嘉妮 要专闻自己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会在迟玉眼里 看到满满的占有余 嗯 给我个歇歇 嗯 嗯 见她晚了 天旧了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暖暖 你去开车了 别打手瞧啊 这 不是 记性不错 看来你还记得 这是你给我的头上 学长 不用了 谢谢 那 打完球 可以一起去吃晚饭吗 你干什么 这样别的女生就以为你有女朋友了 不会来打扰你了 喝水 怎么 要我帮你吗 衣服还你 不用 我不要衣服 但是作为回报 快点夜 我能约你一起吗 严谨一点说 暂时还不是 刚才告白被拒绝了 啊 没道理啊 让她多享受一下 被我追的感觉 也好 啊 刚才课错了 这对更甜 你刚才跟他们说了什么 他们 看我的眼神 怎么这么奇怪 可能 看到可爱的是我 都是那种表情吗 真有你 那我下次 清爽一点 前世今生怎么差这么多 到底是哪里不对 这是怎么就引起她的注意了呢 赤先生 您点的生日蛋糕已经配送到了哦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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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和你约啊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有约了 从现在开始 你有约了 快点那天 我来接你 知道了吗 嗯 知道了 下次见面 现在 体经要记得还我 啊 啊 赤先生 你 你别这样看着我 不然我会忍不住 记得我今晚说的话 雨哥 跨过年而已 你这笑得也太假了吧 那也比你好 我跨年留在苏氏另有安排 就不一起跨年了 抱歉 啊 姜妮 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跨年吗 不了 我真的有安排了 等下次在一起吧 美女 今晚一起跨年吗 啊 不不不 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流氓 我是苏嘉宁的高中同学 嗯 那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你什么时候来苏氏的 雨哥说 不回京市跨年 特意拉着我们几个 一起来苏氏陪您跨年 他已经安排好今晚的行程了 走吧我们 什么 你们一起来了 对啊 我 雨哥 还有老周 都来了 他已经安排好今晚的行程了 走吧我们 我说了我有事已经拒绝过他了 啊 可是 雨哥说已经安排好了呀 我不去了 你们自己去吧 嗯 你这儿呢 你就 你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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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生啊 喂 苏佳妮 你在干什么 你是谁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苏佳妮 回头 怎么会在这里看着吃啊 肯定说也哈了 啊 你怎么在找 你又不肯参加聚会了 我只好来找你了 你知不知道你一个女孩 大晚上喝这么多酒有多危险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凭什么管我 你以前从来都没有管过我 现在管我又算怎么回事 对不起 我错了 我报仇 我以后会好好陪你了 不会再让你上心了 好吧 相信我 我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等等 我要给你准备了礼物 你再等等 到时间了 什么到时间了 gunta frogs 怎么小姐 都贵上泪 什么 态 看一下 小姐 琳莲 坰 原来 他也是会哄人的 怎么了 不喜欢吗 苏佳妮 不要走多我了 我知道你喜欢热闹 喜欢夜花 喜欢白色 喜欢雪 还喜欢和朋友 一起逛街吃饭 池玉 怎么似乎很了解我 但是在苏氏 也没有雪 也没有那么多的朋友 够没有吃鱼 你会后悔吗 怎么又哭了 给你放个烟花 就感动得哭鼻子 怎么了 给你放个烟花 你就感动得哭鼻子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三百二十一天 每天送早餐 送礼物 就算是铁石新厂 也会动一下心吧 我说的 还不够明白吗 别哭了 哭都心都要化了 苏佳妮 下次再做决定的话 先跟我商量 无论有什么样的问题 都亲口问问我 好不好 苏佳妮 你对我是没有用的 我知道 你对我还要感觉对吗 我知道你在犹豫什么 今天我郑重地和你说 我会向你靠近 你不用讨好我 更不用有压力 苏佳妮 之前 你朝我走了九十九波 现在往后退五十波 剩下的五十一波 由我来不去 赶上不开 你不能打下一声 你就对我 你和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下次记得 有鼻子好心 是你 我只对你这样 我要回家了 再多待一会儿 一会儿 我送你回去 就送到这儿吧 你快回去吧 天都亮了 苏佳妮 容抱一下 这个指导你能接受吗 不接受 我刚才问你什么都不说 凭什么你要抱我就给你 就给我抱一下 你都做好决定了 还问我干什么 我不接受 你不还是要抱我 能不能别躲我 你赶紧回去吧 我们不能在一起 怎么了 我见不了人 不是 我一晚上没回来 我怕外公多巧 而且我外公脾气不好 不喜欢见生人 也不喜欢被打扰 你想回去 我回头再跟你一起 是 可以啊 没完蛋 行行行 我没完蛋给你打 快回去吧 你快走吧 你快回去吧 走了 走 外公 哎 小伙子 要来了 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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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帮我来 找饭土吧 外公 我来帮你 也好 小伙子力气总归大些 来 辛苦你了 帮我松鼓 外公 不辛苦 像这种种花 二 尘土啊 我平时也会做一下 是是是 外公 我平时自己也会种一些 绣球啊 除绝啊 你实力叫谁外公呢 那是我外公 不对啊 外公不是身心淡泊 不喜生人吗 他们俩怎么一问一答的 聊起来了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去看门 你要的礼物我带来了 哦 哎 我外公最讨厌别人给他送礼物了 这样 他会拿扫把给赶紧出去的 怎么 你是怕我被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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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有 放心吧 我早就有扫耳闻 这东西可不好弄啊 是吧外公 是啊 如何 我会被赶出去吗 外公 明天冯教授的项目组 要来我们学校交流 我就先回去了 是吧 那你先回去吧 外公 哦 是小吃要跟着去啊 是吧 那你下次来的时候 我们下一局试试啊 好的外公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我一有空 就来跟你下棋 好 行了明天 你不是说要赶时间吗 让小吃送你回去吧 出去的时候 别忘了把我们关上啊 看什么 走 看什么 走 对不起 没撞到你吧 没有 不好意思啊 别乱动 让我再抱一会儿 佳妮 我小心一年 让欣慕 我不用 那就不要 我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你干什么呀 我真的有事 我要回去了 苏佳妮 听说辜负真心的人 会被天打雷劈 我不想天打雷劈 所以 我什么时候可以准整 是 神他妈天打雷劈 至于这样适量行凶 我才是晴天被雷劈啊 怎么了 被男朋友摔得说不出话了 你就等着天打雷劈吧 还真是 我好久没看到他 这么伤动的表情了 我会让你嫁回来的 这边 来 这边 佳妮 佳妮 有部电视剧 要在我们学校取景拍摄 这位是女主角白燕洛 她这两周啊 就由你来帮她熟悉一下 终于知识了 老师 我手头作业很多 不一定有空 放心 我绝对不会打扰你学习的 怪不得阿玉让我来这个班呢 原来是你也在啊 有你在 我就没有那么尴尬了 石玉让你来的 是啊 她投这个项目的时候 特意这样安排的 那好吧 啊 还有一件事啊 佳妮 下午到实验室来一趟 实验室 哦 哦 哦 好 老师约我去实验室 冯教授的项目 该不会真的在我头上了吧 苏佳妮 有什么事啊 这么开心 关你什么事 还赌气呢 别气了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我现在有急事 没心思在这里陪你玩游戏 你要是闲着没帅感 就是陪你需要陪你 我陪谁啊 他到底怎么了 学长 学妹 你来了 谁学长 真是 申请进山市考核的65人中 你是第一名 相信加入我们 嗯 耶 蘇佳妮 你真帮我 帮了桃花 果然学业就大有所谓 老师今天临时通知说 下午资方会来演兽 极段成果 刚进了实验室没多久 就帮帮整理一下资料吧 好的 你们这项目到现在还没有成果 头不头的 我要看了再说 至少你放心 我们这个项目很有发展前进的 等会儿我就让成员 把实验资料拿过来给您看看 方教授客下了 我是相随你的 您看这边 您看这边 我们这个项目呢还正处于中期实验的阶段 具体的项目进程 让我手底下的博士后齐领渊做个简单的介绍 领渊来 方教授 这位是 我身边的这位年轻人是池总 他和刘总 都是投资我们项目的幕后老板 他以后也会时不时的到我们实验室来监督我们的境 四方 池总 这位是苏嘉妮 也是金氏人 要不让他当领渊的助手 一起给你介绍项目吧 什么 不了吧 不合适 苏同学 那就麻烦你了 目前我们研制的药物 对抑制脑部恶行病变 和对抑制神经纤维损伤生 有着比较显著的效果 所以这款药物 也能很好地治疗这些疾病 帮我介绍一下 他刚才说了 你可以看一下相关资料 我们目前研制的药物是为了抑制脑部的负病变 对神经纤维素的抑制也是有帮助的 目前我们的实验进展还算顺利 已经顺利推进到了实验对象为小白鼠这一步 学生怎么了 多少人想被赤哨看上 都没有这个福气 您说是吧 赤哨 利哥 赤哨 把他给我请出去消失一会儿 赤哨 赤哨 我这可是看您喜欢的 让他多消失一会儿 我这个月都不想看见他 别动 今天的事情结束了 我送你回去吧 陈总 你什么意思 我们项目组不做这样的事情的 苏佳妮是我女朋友 女朋友 我这次投资 原本就是为了她 就是为了防止她像今天一样 碰到这种龌龊的事情 真的吗 佳妮 不是 我 不是就不是了 是我在追你 行吗 黄教授 以后你的资方 只会有我就行了 如果实验室在学前的话 就联系助理 她会助理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谢谢陈总 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不许给苏佳妮任何特权 也不能让她陷入危险之中 我投了这么多钱 就是想让她有一个 纯粹的研究环境 如果你违背了这一条 至少放心 等这一步的实验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会推进你 行了 行了 别扯这些有的没的了 你们这个项目就是个无底洞 既然池少喜欢 那我就卖个人情送给池少了 好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签个合同吧 行 不如我做东 请大家一块吃个饭 这不好吧 你这小徒弟 挺着池少喜欢的 不如把他一块带过去 这是 潜规则 早就听说研究项目 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这怎么行呢 您和池少可是我们的投资人 苏佳妮她刚进实验室 资格哪够 必须我亲自送 才能提项目的诚意 你送算什么 你能送到杯窝里 人家小姑娘才可以 刘总 你说笑了 她还是个学生 学生怎么了 多少人想被池少看上 都没有这个福气 您说是吧 池少 有人冒犯了苏小姐 只少让人把她教训了一顿 看看这英雄救美的桥段 那个苏小姐 应该挺会来事的吧 这段时间阿玉一直往苏室跑 连家都不回来 苏小姐现在也是一心放在学习上 少爷也是觉得苏小姐人不错 顺便帮忙搭线 你也不必毕重就轻 阿玉她根本就不是乐于主人的性 说吧 她们在一起多久了 怎么 说不得了 还没在一起 什么 苏小姐决定学习以后 就再也没找过少爷 都是少爷主动去找她 苏小姐拒绝了少爷好几次 少爷也被拉黑了好几次 这次到现在还没放出来 我们阿玉想要什么人得不到 她竟然还敢拒绝她 走 我去会和你个苏小姐 不早就会遭到法兰 也不听说不ипend 不够了 我不会让她找到 房子 不適合和居 不是很快 不適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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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分手 能开手 不適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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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適合手 思佳念 你带我来这种地方 是想对我一头不轨吗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 你要干什么 你说我想干什么 资方大了 要求后算账 资方大了 要求后算账 什么求后算账 不是说好不随便拉黑的吗 你随便拉黑资方 就不怕资方撤资吗 还不赶紧拉我 好吧 我现在就能 好了 这才怪 别动我头发 好了 说正事 今天为什么生气 我 怪不得阿玉让我来这个班呢 原来是你也在啊 有你在 我就没有那么尴尬了 迟玉让你来的 是啊 他投这个项目的时候 特意这样安排的 要你管 有句话虽然俗套 但是还是有道理的 什么 不要听别人说了什么 不要看我 坐 生日快乐 作为惩罚 伊拉 睡得过 我 伯尽 和你 伯尽 我长这么大还没被别人打过脸 是你耍流氓在先 那你再多打我几巴掌 用点力 你打我几巴掌 我就亲你几下好吗 你打我几巴掌 我就亲你几下好吗 时月 我以前没发现你这么豁脸皮 没办法为了女朋友 你清醒一点 我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还不是吗 不是 为什么 发生了什么让你这么害怕靠近我 你分明还喜欢 为什么不肯扯人 乖 听话 告诉我为什么 去年五月 你送我回家被我爸看到了 他却非要我去巴结你 我很抗拒 很抵触 我突然察觉到了我们身份的差距 自知不配 你对我又不冷不热的 我实在不想自讨没趣高攀你 当然 还有上一世失败的婚姻 你就非要我把自尊拨开来给你看吗 我没有不冷不热 以前是我不好 贪图你的追捧 原生家庭的差距不是你的错 你不要在意这些 这些问题我都能解决的 苏晓妮 你相信我吗 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了 走吧 我送你回宿舍 加妮你的嘴怎么了 我没有不冷不热 以前是我不好 贪图你的追捧 原生家庭的差距不是你的错 你不要在意这些 这些问题我都能解决的 苏晓妮 你相信我吗 对不起 赤妮 我真的不想再冲倒覆车 你好 我找苏小姐 这不是 迟玉母亲的贴身助理吗 你是苏小姐吗 嗯 我们迟夫人想见你一面 您看现在可以出发吗 嗯 夫人 苏小姐到了 你不想再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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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挺好看的 嗯 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你可能认识我 也可能不认识我 我是迟玉的母亲 迟夫人 您好 你和我儿子的事我听说了 要知道 你们苏家和我们迟家 差距可不是一点点 那你应该管好您儿子 而不是来找我啊 这 豪门阔太太要拿钱来砸人 要抓紧现实了 我竟然也能遇到 给你一千万 给你一千万 离开迟玉吗 好 我答应你 需要签合同吗 不是 啊 给你一千万 答应我儿子的追求 做他女朋友 啊 您儿子 我毫无办法 这钱 我不能收 你嫌弃我儿子 不不不不 我只是不想谈恋爱 我想学医 以后做医生 钻研医术 我可以收购一家医院 转到你名下 只要你答应跟我儿子 谈一场恋爱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只要你跟我儿子 谈一场恋爱 什么愿望 我都可以帮你实现 苏小姐 你要知道 我们持家 可是百年纪 你和阿玉 谈一场恋爱 能拿到的东西 可能是你们苏家 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赚到的 阿姨 您可能真的误会了 我不是在 欲亲故纵谈条件 我只是单纯的 不喜欢他 所以 您的条件 我不会答应的 让我等你了 妈 好像扭到了 石瑜怎么下手没清没中呢 我送你回去 不要 石夫人刚才来找我了 你应该知道了吧 我知道 你知道我的回答了 知道 知道你不会同意 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你现在就是个小生气包 我也不让你生气了 回去处理一下家里的事 放心 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妮妮啊 蚩宇这小子喜欢你 外公看得出来 他才不是喜欢我 哎呀 高中的时候 他帮你讲题 提高成绩 上了大学 他就一个人 不远千里的 来开车见你 第一次拜访 就拿出了偷取所好的东西 如果不是喜欢 谁又会心甘情愿 付出这么多 你你啊 别把自己困在这一方天地 你值得最好的 来 打开看看 这是什么呀 你母亲送来了你留在京市的东西 外公啊 从高中的那些卷子里看出来 你对他的爱意 什么 高中的诗卷 完了 那些话 天哪 你以前的事能别说出来吗 别看出来啊 他对你的喜欢 若是不喜欢 怎么会有耐心这么娇啊 分明是动了心了 如果还不信 那就自己翻翻看吧 阿姨 谢谢您的款待 我还有课 我就先走了 阿姨 刚才他的话 你都听清楚了 妈 这是何必呢 我只是想让你认清他 他连 我好不容易再把他哄好 您这么一折腾 我又要被拉去黑名单了 我又要拿家里的衣服去哄他了 好好好 我不管了 您就栽在这个女人手里吧 夫人 苏小姐刚出餐厅 上野就追上去了 我今天算是体会到了 什么是儿大不由娘了 苏将军 芝芸 放开我 不放 这道题要怎么解决 苏将军 这个辅助线坐在这 苏将军 我写的记住了没 苏将军 这道题是不是上方没有记记 你 赤玉 你个混蛋 我 我 我又怎么你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进去实验室 赤玉早就喜欢我 所以在他看来 我们是两清相悦 我追他 他就享受被我追的感觉 我不追了 他就反过来哄我 在他眼里 这都是恋人之间的小乐趣 怎么了 到底是谁惹你了 混蛋 你乖 跟我说说 我可奉告 没事你就先回去吧 我忙着呢 别 有事儿 你男朋友想多看你吗 不让他看 你这是 成日了 别这么叫我 你今天 怎么这么乖 是不是终于被男朋友打断了 才没有呢 看来偷袭所号还是有用的 你是喜欢那些医书 还是更喜欢 我给你写的阅读计划 和知识点解析 竟然还写了藏品医书的阅读计划 和知识点解析 我怎么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花了多少心思 才做到的 或者 你要是有哪些地方不清楚的 我再帮你一起树立树立 不用了 我喜欢这些医书 难道 你是怕累着我 我没有 我没有 迟月 嗯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很久很久以前 苏佳妮 我喜欢你 都做你的朋友吗 没关系的 我说过 无论多久 我都会坚持下去 对你 我有足够的耐心 我答应你 真的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你以后张张嘴 不过我有个条件 你以后张张嘴 张张嘴 我需要你的欣赏 表达 我很笨的 你需要明确地告诉我 让我知道你的爱 不然 我也会挫败 退缩 我们会错过的 好的女朋友 那 我可以抱下你吗 可以 这个怀抱还是那样温暖 时宇 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吧 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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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来接嘉妮去实验室的 年纪轻轻的 要懂得克制 我知道了 外公 多怪你 多怪我 先如此 给我个道歉的计划 好不好 什么 你 等我就知道了 这不是我外公家附近的小区吗 你怎么会有这儿的房子 既然你决定 以后要在这边工作生活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有的房 你 女主任 欢迎回家 你别乱说 我没乱说 这里所有的装修 都是我让设计师 按照你喜欢的风格装的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什么风格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 喜欢 喜欢就好 你怎么这么笃定 我会来这里啊 我说了 你就是这间屋子的女主人 就知道说这些话混我 你以前 也是这样对白燕落的吧 白燕落 你突然提她做什么 白燕落是持家派来的 就是为了赶走我身边其他的女人 能一直在我身边呢 只有你 所以她在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好吧 那我就信你一次 你要是跟其他女人有关系的话 大不了我换个男朋友 苏嘉妮 我开玩笑的 不许开这种玩笑 你 好 我以后都不说换男朋友的事了 你 你要干嘛 我想要你 做饭给我吃 我肚子饿了 那 我给你点个外卖 我不想吃外卖 我想吃你亲手煮的饭 我不怎么会 没关系 只要是你煮的我都喜欢 好 那 我去煮一次 我 要 我 我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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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你这样抱着我动不了 做出来也不好吃 只要是你做的 都好吃 我想亲手给你做早餐 没必要 我愿意做的比你好吃 宝宝怎么知道我只是松白 我以前认真观察过的 我难道观察错了吗 没错 这味道怎么那么熟悉 好像和今世家里的老猪娘 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 怎么了 不好吃吗 没有 只是你做的面 和持家老猪娘做的 味道一模一样 面的味道一样 不是很正常吗 可是 它有配方 我想亲手给你做早餐 没必要 王毅做的比你好吃 十月 我 没关系 你要是不想说就不说了 没关系 我不问了 我也不麻烦你给我做饭了 做饭那么辛苦 又上皮肤 你能给我做这么一次 休息很晚做了 原来 前世不让我进厨房 是心疼我 不是心情我 外公 吃鱼 将你起来了吗 我来接到出去 你那今天一早就回京市了 没和你在一块吗 我不知道 喂 赤绍 苏小姐的父亲 找到老爷和夫人了 苏小姐也到了 好 二公 我这是去把家人寄回来 慢点啊 你再说一遍 赤绍夫人 这只不过是一个亿而已 你也不用这个表情吧 赤绍对我们加妮 那是情根深重 那迟早可是要取心门的 我这个当父亲的 提早要个聘礼 也不过分啊 可笑 你们苏家还真是挺会打算的 八字都没一撇的事情 你也敢来狮子大开口 那就算没那一撇 我女儿给赤绍当女朋友 那要点零花钱 夜里嘴应当吧 爸 你住嘴 爸 你在干什么 你还不嫌丢人吗 放开我 赤夫人 你看我们加妮 那相貌学历都不弱呀 那确实 我们没有吃加咸药 不过 吃着喜欢不是 爸 我是你女儿啊 你打算把我安静乘凉 给卖了吗 太太不仅漂亮 还很贤惠 特意为了少爷洗手做羹汤 怪不得我家少爷 一毕业就叫您取进门呢 这就叫 有其父 必有其女 他们全家 趴在小池身上吸血 要是他没有这手段 我们阿玉 怎么愿意为他付钱呢 看见了吗 这小门小户的 就是心眼多 这苏家 还真是会打算呀 光一个女儿 就花了一个亿 还真会空手套杯了 喂 姜妮 救救爸爸 救救苏家 只有一个亿而已 你去求求赤少 求求他帮爸爸一把 他为什么帮你 赤少不是喜欢你吗 他既然这么喜欢你 想娶你 那一个亿的便宜 主嘴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爸 我才不会跟他结婚 我才不会跟他结婚 就是今天 我们家破产的日子 不是和前世不一样了吗 为什么还是会这样 爸 我是你女儿 你打算把我安静车辆 给卖了吗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闹够了没有 先不说你们苏家 小门小户的 根本就配不上我们池玉 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来跟我谈条件 池夫人 我们苏家那也 天底下好女孩多的是 比你女儿优秀的 更是数不胜数 先不说你们苏家家产几何 你们夫妻多年来 各玩各的 你这次更是被情人 理应外合的算计 搞得公司逼离破产 你当我们池家 都是傻子不成 上赶着给你贴钱 池夫人 你放心 苏家不会拿你们池家 一分钱 苏家你 爸 你还是要在这里纠缠 那我就出去随便 找一个人家了 我看你怎么办 爸 好 既然持人家不给钱 那你就去联姻啊 你不是说随便 找个人嫁吗 那你就去嫁呀 我苏家的起焉 绝对不可能 败在我的手上 跟我走 爸 爸 苏总 你在干什么 江颖 你被捣了 池少 刚才 刚才我就冲动一下 池少 嘉妮可是我唯一的女儿 我疼她还来不及呢 看你们俩感情这么好 我也很欣慰呀 你想说什么 池少 凭你想要去嘉妮的话 只有一个亿 你看 这苏家 还真是会打算 光一个女儿 就花了一个亿 对呀 还真会空手套白狼 换了一辈子的融化富贵类 谁说我要假 我要孤独终老 你别胡说 你 是你 是你自己能用公款 去护你的小情人 关我什么事 凭什么让我给你买单 你到底是把我当成女儿 还是明码标价的商品 嘉妮 你还支持 我没有你这种卖女求荣的爸爸 你走不走 你不走的话 我明天就把你今天发生的事情 都炫耀出去 看看你以后再监视怎么做人 算我倒霉 交出你这么个白眼狼 好 以后 就当我没你这个女儿 老婆 别难过 我不难过 我只是 这样的事情 我逼你去费心 你要是实在烦的话 可以直接交给我来处理 老婆 她绝对不会再打扰你 你想怎么处理 苏家 只不过是想存活下去 你帮了这一次 就会有下一次 这次是一个亿 下次十亿 百亿 你凭什么替苏家擦屁股 这都不是什么大事 苏家翻不出什么风了 我不想吃 这是我爸的事情 他自己会解决的 无论是宣布破产 还是找别人投资 都是他的事 不用你帮他 好 都听你的 累了吧 要不 我带你回我的公寓 休息一会儿 好不好 不用了 我有地方去的 老婆 真不用了 我累了 明天我公司有一个发布会 等我忙完 我就去陪你 苏家的事 阿玉 你还真打算 帮苏家解决不成 无论是解决 又或者是约束 我不会再让他们来找他 你要谈恋爱 我不拦着你 但是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这苏家是什么好家庭吗 你付出财力心力 帮他解决苏家的事情 他是清静 可你呢 你能从苏家 你身上得到什么好处 苏家又能给你什么 妈 我不需要从苏家 得到一些什么 我只要苏家 你开心 他开心 这些年 我可真是开了眼了 我没想到我儿子 还是个恋爱呢 阿玉啊 苏家本就是半路发家 根基不深 给不了你任何助理 苏家 你的爸妈 婚内出轨 各自都有情人 他爸爸这次 就是为了哄情人开心 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他妈妈 还在外面勾搭小鲜肉 有这样一对父母 他苏家尼再优秀 又有什么用 你是无所谓 你就不怕他进了池家 立不了足 被别人戳几两股吗 他要是站不稳 我就帮他在池家 站稳脚跟 娜娜 谢谢你来陪我 哦 对了 你怎么突然回京市了 我还以为 是你最近实验室的项目 而且 你怎么不去找池月 我 我临时有点事情 哦 你最近怎么了 怎么感觉 你状态不是很好 没事 我爸生病了 公司的业务 全压在了我一个人身上 连周转了好几天 所以才 叔叔病了 你怎么不说呀 要不要我去陪你 没事 有我妈照顾呢 我们暖暖辛苦了 你就应该跟我说的 还是我们拧拧好 只要信无旁骛地 做研究学习就行了 我现在才发现 做学生这么好 社畜真的太惨了 没事 你只是短暂地 学校公司两头跑 等叔叔病好了 你就可以安安心心 回学校上课了 嗯 一年 我休学了 我爸现在情况不明 我没有办法公司 学习两头兼顾 所以我得等明年 再回学校了 什么 这 没事 妮妮 不用为我担心 而且你想想 我大学生 就能当上副总裁 很牛的好不好 怎么会这样 前世暖暖因为 突发手抖的毛病 错过了高考 这辈子 我已经让外公 给他治好了 还顺利考了大学了 为什么他还是会 延迟毕业呢 我分明 难道 我能改变前世的过程 却改变不了结局吗 上辈子 迟毕给苏家的 聘礼是一个亿 这辈子 我没有和迟毕谈婚乱家 我爸竟然还是 找上迟毕要一个亿 暖暖分明 不需要再复读一年高中 但最终 还是需要比我晚一年毕业 明明很多事情都不同了 但为什么 最终还是绕了回去 我做的梦是警示吗 我难道 改变不了未来的结局 哪怕我坚持自我 和持育彼此信任 可这一世 他很可能为了我变得不再有底下 任人欺辱 不 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石总 听说您对这款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的投资 是一场豪赌 您家族七出并不赞同这条业务线 就当下 纯商业的角度来说 确实是一场豪赌 但如果这种药物研发出来 能造福千万人 那我这点投资 就不值一提 这对我来说 是最划算的买卖 他还是一如既往 站在人群中心 就会发光 石先生 您的抑郁症越来越严重了 我建议您 接受我们医院的正经治疗 既然你娶了苏佳妮 持家的一切 就都与你无关了 为什么我看不懂呢 我不是学医的吗 我不是医生吗 为什么我看不懂呢 都怪我 为什么 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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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做梦了 对 那我去给你倒杯水 嗯 还真别说 你们家持一挺有魄力 年纪轻轻面对这么多人 一点都不卸场 这有钱就算了 还会赚钱 会赚钱就算了 三观还扔 优秀 他一直都很优秀 要我说呀 还是你更优秀 看你能把持育制得服服帖帖的 哼 持育一向是天使家子 他们 他们自私的东西 是 这对他来说真的好吗 如果我和他在一起 终于就没有好结果的话 接下来 由我公司的合伙人给大家介绍 公司未来的发展和计划 记者朋友们 接下来 由我为大家讲述 我们公司的未来规划 随着AI和智能技术的发展 人们的思维有了极大的改善 于是 我们公司将继续加入 二十亿的投资 在AI和智能方面 有点响应 不行 我不能冒险 神域就该是一气风发的痴运 不该因为我 让他的未来产生的变成 好了 他就先去闻工作吧 咱们也不能让持育丢脸啊 好 喂 宝宝 今天和我一起吃饭 好不好 你不是在发布会吗 你别打电话了 别人会觉得你不务正业 那是陆伯 你 你怎么来了 我说过 忙完就来陪你 我还有作业要做呢 我的女朋友认真学习之余 能不能多给我留一些时间 就今天一望 好不好 我不可能躲她一辈子 还是做个了断吧 也算是 给我们一个体面的结局 前世的今天 只遇向我求婚 难道 难道 宝宝 我爱你 我们一毕业就去结婚 好不好 芝芸 我不能答应你 我不能跟你结婚 芝芸 我们分手 是我太着急了 对不起 我就是太爱你了 想要给你一个承诺 抱歉 我不能 我 我不知道 给我一个理由 我们的结局 注定不会有好结果 什么叫注定不会有好结果 还没发生的事情怎么就往下断了 你是不相信自己 还是不相信我 芝芸 我重生了 从你 车走视觉 说愿我的那天 你怎么知道 一切都有迹可寻嘛 刚好前的模拟口 我还没教会你的体验 你全都毁 和你做了那碗面 和世家老厨娘做的一模一样 你还知道我只是纵败 前世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你对我们的感情 这么没有信心 前世 与我重生之前一样 我一直缠着你 跟你一起进入了清淡 毕业典礼那天 我趁雪而入 然后 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后的两年 你一直冷落我 准确地说 持家人甚至连下人 都看不起我 后来 我得了抑郁症 白淫落回国 人人都说 她是你的白月光 是我恶毒拆散了 你们两个 我一是情绪激妒 出了意外 嘉妮 对不起 你说的这一切 可能都是我引导的 什么 就拿毕业后醉酒 这件事情来说 你学过一应该知道 如果我不愿意的话 我们又如何 能够发生关系 那结婚后的两年 你为什么冷落我 从不留宿 可能是因为我 我刚刚掌握持家大权 天天早出晚归的 我盼影向你休息 我这么年龄 怎么可能这两年 做个和尚 但是你一直在公司 不让我去看你 那是因为职价太大了 人又错综复杂 他们总说些风言风语 不想他们影响你 这些 我都不知道 但是这也是不同啊 你知道我爱你 我也会好好保护你 所以 别再想其他的了好不好 可是悲剧已经开始了 我曾经想过改变一些事情 但是我发现 即使这个过程不一样了 它结局还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最终 还是会走向同样的结局 不会 会 结局 你选的就是这个款式 求婚的方式也一样 家女 这只是巧合 你不能入前世否定现在 宝宝 相信我 这一世我们一定能败到幸 我们绝对不会冲倒覆辙 我会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未来 这种语言 现在还是开心的 是 多好 优优 clamp 都员 说 这种语言 这个语言 的 我 杀 我 就是 你 喂 妈 什么事 怎么了 恐怕我不打这个电话 你就要背着我和那个苏嘉妮领证了吧 妈 你就别瞎操心了 我还没到法庭结婚年纪呢 我听说你向她求婚了 是 你大学都没毕业就忙着求婚 看来这个苏嘉妮手段挺厉害呀 妈 你别这么说她 她答应了 没有 算她还有点自知之明 阿玉 你这么着急求婚 不会是苏嘉妮怀孕了吧 没有 算你还有点分寸 阿玉 你现在还年轻 结婚的事不着急 那生孩子的事就更不着急了 你听见没有啊 行了妈 我知道了 挂了 为了能让她有安全感 结婚 怕是没那么容易啊 怕是没那么容易啊 毕业快乐 毕业快乐 别哭了 谢谢赤总的祝福 所以你觉得 我们的未来改变了吗 我还不确定 那我 那我还是不能说出那句话 当然 再等等 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 只要你说出口 我一定会答应你 所以 为了我们的未来 好好好 不差这一声 多听你的 那 作为补偿 我说过了 不急 丫头 日已上升期 涂的不就是金钱和地位 这些 持家都能给你 你先答应结婚 想要多少聘礼 我们持家都给 阿姨 我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 什么 我现在一心都在事业上 结婚这件事 还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 阿玉几年前就向你求婚了 你到现在都没有送口答应 我们只是约定好 以事业为重 可是搞事业和结婚 并没有冲突呀 而且你和阿玉结婚以后 你实验室所有的项目 都不缺投资了 也不用再担心资金问题呀 你你以后所有的实验研究 也不用担心资金问题 妈 学长 你不是出国了吗 我和你妈妈过来看看你 你和我妈 你们 这是你妈妈这么多年 为你攒家的钱 还有我给你的见面礼 什么 妈妈以前任性 既没有给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还因为和你父亲离婚 闹出来的事 连累了你 妈 没有的事 你爸爸不要脸 妈妈要 总不能让你以后 无依无靠 不是吗 这些钱 硕存给你 你的毕业礼物 妈妈 就算没有持家那么厉害 也不至于让自己的女儿 就连做实验 都要看别人的脸色 妈 你们都已经毕业了 有什么打算 工作又着落了吗 阿姨 实验室的项目 马上就要收尾了 我想等项目结束以后 再确认工作的医院 也算有所规划 那其他方面呢 这年轻人嘛 每个阶段 都有每个阶段 该做的事情 如今你们都已经毕业了 什么时候 把结婚的事情 提上日程呀 妈 我们不着急 什么不急啊 你们都毕业了 是时候该结婚了 我们刚毕业 还年轻 有些事 要一步一步慢慢来 你少在这儿拿我的话 赌我啊 当初你在持家 没有站稳脚跟 家庭的家庭又有所 嗯 几年过去了 如今你在持家 是说一不二 没有人在反对 你们在一起的事 这该办的就办了 先订婚 再扯个证结婚 一步一步来 这小儿哪一步 都是下了持家的面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 伯母 您误会了 我早就成立了 金尼资产 转移到了加尼民下 他有钱 他想做什么研究都可以 你该放心了吧 持狱这恋爱脑的程度 不减当年啊 不管你给他什么 都与我无关 这些钱 是我给我女儿的底气 有了这个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丫头 你看持狱把精泥都给你了 这些年 他为了你们两个的未来 拼死拼活 你怎么忍心 让他继续等下去 妈 您这是道德绑架 不是加尼让我等 是我自己目前 还没有结婚生子的打算 再说 无论我们是不是夫妻 我们都会永远在一起 民分不重要 没有孩子也不重要 反正持家 还有那么多后辈子 丫头 你别听他胡说 这女人岁数大了 生孩子有危险的 你先要个孩子 等孩子生下来 阿姨带呀 不会影响你们搞事业的 妈 您不是说了 持家继承人 不能飞婚生子吗 你闭嘴 持夫人 听我一句劝 他们两个要是不配合 你就算天天跟在他们身边念叨都没有用 我看 还是让他们两个顺其自然吧 阿姨 我和池玉已经有了决定了 是不会随意改变的 那个 冯教授目前的实验结果 基本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过段时间向相关部门提交审批 通过后就会安排发布进行公告 到时候各有好的合作方 可以趁此机会认识合作 你啊 也会有更好的发展 我知道 我和教授已经预判过了 我会抓住这次机会的 伯母你放心 我会一直陪在家你身边 不能好好设计 妈 有持余在我身边你就放心吧 我不会给你捣乱的 你们呢 就安安心心地谈恋爱 我不会辜负你和学长的期望的 同学们 本学期关于抑郁症的相关试验研究 是你们的学姐苏加妮牵头发起的 下面有请她来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亲爱的学弟学妹们 大家好 我是冯教授实验项目组的苏加妮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本次的课题项目 我们本次的课题项目呢 是有关抑郁症 哭什么 加妮很优秀 你以后可以放心了 我的妮有了爱人 还有美好的未来 冯教授也会在相关网站发表论文 我们会继续生挖抑郁症 还请大家持续关注 好 你们是一家人一条心 我是劝不动你们了 你母亲这样 不我们别担心 我妈就这脾气 她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其实还是很尊重我们自己的想法的 有时遇和我们互着 你就放心吧 时遇 这是怎么回事 你快帮我问啊 这是你妈妈 我怎么搞不好 学长 你和我妈现在在 谈恋爱吗 这么明显 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那你之前离开实验室出国留学 是不是为了我妈 可以这么说 虽然是真的 他们说你千里追七我还以为开玩笑呢 尼尼 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吗 那我以后不会要改口叫你爸爸 不必 感谢大家的倾听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本次的课题项目 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有所帮助 后续呢 冯教授也会在相关的网站发表论文 我们会继续生挖抑郁症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谢谢大家 宝宝 恭喜你 开启新的旅程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让我重获新生 有反应了 一旗有反应了 病人第一次流泪 作性四九效 快 立即采取措施 那我女儿是不是要醒了 妮妮 妮妮醒醒 我是妈妈 妮妮 放心 家里一定会没事的 要给医生留住空间 有反应了是吗 阿玉呢 阿玉醒了吗 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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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我儿子他什么时候都醒啊 我们目前还在投尸仪器 无法给出你明确答复 为了不妨碍病人治疗 烦请儿位先出去吧 阿玉 可千万千万要成功啊 一定要醒过来 蒋宁 醒醒 醒醒 十一 五三 十一 快睁开眼睛看看我 家女 家女 终于醒了 终于醒了 十一 这是哪里 我们不是在庆祝项目成功的派对吗 怎么到这里来了 不是 这不对劲 难道 我又重生了 慢点 老婆 我们终于回来了 什么意思 啊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 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只要你好好的 家妮 你醒了 学长 你怎么看起来 有点老了 这还不多亏了你 我 你出车祸后 重度抑郁的病例被翻了出来 医生诊断 如果两个月内无法苏醒 你就将永远变成植物人 你妈妈急得美满失眠 我也只好一支多宿项目组 抓紧时间 尝试把你唤醒 现在好了 你已经醒了 好好休息吧 车祸 抑郁症 对 我好像确实一直在吃药治疗 也确实出了车祸 老婆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求你原谅我 我愿意把你换鸡了 想法 不治我 我愿意把你换鸡了 你们可以换鸡了 我愿意把你换鸡了 大 后面 迟走 迟 我想醒醒 将近 将近 加尼 你是病火了吗 为什么不躲开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 志总 检查报告都出来了 加尼这次意外 外伤可控 内伤微 理论上 缺干四肢的技能在治疗后 都可恢复入肠 脑部没有明显外伤 但 他身体暂时 成植物状态 能不能醒过来 什么时候醒过来 无法一顾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 我 非常开心 毕竟能和彼此熟络 又互相欣赏的朋友 在一起工作 我的这部新戏呢 角色和我本人的反差 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 我们不光是从 浮画 他不会 是误会了吧 喂 你在哪儿 您好 是迟玉吗 你是谁 您先别着急 你先告诉我 您是机主什么人 我是他老公 让他接电话 您的妻子 在过马路的时候 被货车撞上 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正在去往医院的路上 请问您现在 可以过来吗 哪家医院 京市医院 家妮 苏家 护士 护士 请问是苏女士的丈夫吗 是 麻烦在告知书上签字 我老婆她现在怎么样 医生现在 正在竭力抢救 这是她的私人物品 你拿好 局长 把监控调查了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是 为什么 迟总 家妮死前 有没有过抑郁病史 如果有 服用过什么药物 他没有 可是迟总 报告上显示 脑部可见萎缩病变 DTI丞相显示 中枢神经纤维损伤 除了脑部一变 不是车祸造成的 可怀疑 病人车祸前 中毒抑郁 中毒抑郁 他每天都对我微笑 怎么可能中毒抑郁 爱笑的人 也是会患上抑郁症的 况且 抑郁症的发展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他的情况 明显不是突然就中毒抑郁 不是突然 抑郁症 要是你 你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完 对不起 谁是你妈 抑郁 我现在就要一个解释 你们之家 到底是什么虎狼狂 你到底又是怎么对他的 才会让他这么一个 性格开朗的人 变成中毒抑郁 我不知道 他一直都很好 你们离婚吧 我要带你 你回苏室 妈 嘉妮是我的妻子 妻子 你连嘉妮 到底是怎么生病的 都不知道 有什么资格 当他的丈夫 去看 妈 妈 妈 这样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要唤醒嘉妮 弥补我的故事 迟悦 现在知道悔恨了 之前干嘛去了 这是嘉妮的病例 你早就知道了 如果早知道他要走这一步 我不会帮他麻下抑郁症的事 芷云 你要查 就给我从池家内部 从你开始查 大妮的情况已经稳定 到时候等冯教授那边 把仪器运过来 再配合嘉妮外公的中衣针球 给嘉妮营造一个全新的梦境 解开她的心情 就有机会换解她了 我知道了 嗯 老婆 我都知道了 你在池家老宅 为我受的那些苦 我心疼的都快要死了 我真该死 居然没有发现 他们那样对你 我那天 说错了话 我不是不喜欢 是你做的早餐 我只是因为你脸色很差 需要好好休息 怎么不多睡会儿 我想亲手给你做早餐 没必要 怪我不会好好说话 没有好好解释一下白眼罗 老婆 我以后都只吃你做的饭菜 好不好 我求你醒过来吧 我现在才知道你在我身边受了那么多委屈 醒过来好吗 打那些欺负你的 我们绝不留守 好不好 好不好 知总 都安排好了 老婆你看 那些欺负过你的人 都来给你道歉了 怎么 说句对不起很难吗 还是觉得我这个持家的掌权人说话不够分量 家妮 是我的错 不该说你狐狸精 不该说你不要脸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表姐也不该捏造 小玉有青梅竹马来刺激你 不该把你当仆人一样 天天让你干这干那 对不起 太太我不该说你是个花瓶 不该对太太指高气啊 对不起 你们最好起到家你早日醒过来 不然我让你们一个一个付出代价 滚 快走 左婆 你一定要醒过来 以后妖大妖妈妈 都随你 家妮 家妮 你是不是醒了 家妮 家妮 遗旗已经到了 医生 你一定要救救家妮 你躺在床上跟家妮一起吧 我们马上开始治疗 你怎么这么傻呀 这样做太冒险了 不冒险 只要你醒来就好了 以后不要再离开我了好不好 那天车祸 可能是抑郁症导致脑部病变 我又没吃药 那一瞬间绝望到底 就完全没控制 所以 你不要老是说对不起 你没有对不起我 我知道 以后 我定期待你复查 我们以后好好的 你想想什么我都陪你 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啊 因为我爱你啊 既然没有人凭面具 你还真是痴远 怎么 连自己老公都认不出来了 你突然从大冰块变成大暖男 还不能让我怀疑一下 你不会是背着我 偷偷和别人谈恋爱了吧 是啊 那个人叫苏佳妮 我在梦里啊 和她谈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 有嘴花手 我之前做了那么多措施 要是还没有所改变的话 咱们和你在一起 好了 都过去了 过去的事情 就别再提了 老婆 谢谢你 谢谢你回到我身边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帮我自己的事 都过去了 我是 老婆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